本来我在美国还有几天的情形 但是由于这次事情也很重要 时间也特别紧 我就专程的提前了回来几天 对演员的要求 第一个他一定是对传统戏剧热爱 我认为可能这是先决条 其实白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 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 他曾经在没有被大家耳熟能详之前 他是一名乐剧 其实对沈春阳大家应该并不陌生 这次对他的挑战也非常大 MIC组合是一组年轻动感的这样的时尚的歌舞者 张鑫来自于中国好声音 然后他的声线也非常非常的特殊 是当代的歌手当中很难得的声线 刘刚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主持人 其实这一次他来到国色天香一定会给大家很多很多的喜感 黑妹是非常著名的小品演员 在很多年前的一次春晚的后台 他见到了著名的平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荣老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国色天香第二季策划人 李玉刚 参加护丽荣老 月初生 林月相庄 我苗眉 风冠陪你上 水旧清雾 海外 炽 Rex 春歌 � bitter 春歌 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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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似旧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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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笔羊不齐声揚 鲜悲让人聚悦一枪 一曲曲看出多少真相 啊我的天下 满堂红明觉登场 我正装开家陪烟墙 十八八五一 北方阳墙 云满天光一浪 唱歌似旅含声天响 高光剑影里 当机会唱 听我这所听 一望二身 入半期 一声 一声 音乐 一声 音乐 一声 Buzo with the song of the song Hitley you can't I tell me what's going on I better just play then So I put on the mask and the scare of the enemy I'm getting on stage with the broom on my costume Looking like martial artists You gotta get a rhythm, I get it I hit him with the vocals I'm telling this already is Buzo 何必说我不就是三场 我却肯定不住一句思量 他们说九星为一番话 我只当作是活泽天象 我只当作是活泽天象 郁刚好 我又看见你了 我又看见你了 你看看哪说理解 人家老是这么尴尬 在这儿漂不亮亮的 可能是因为叫郁刚 洗的琴 是 正是这样 我哪怕叫个早盆也好点是吧 这次你的身份跟去年不一样了 对 我变身了 你这回是策划人了 我是策划人 对 你对这个节目比我了解的还要深 你应该介绍一下才对 导师和选手绑定在一起 这个挺狠的 对 当选手离开的时候 导师也和选手一起离开 这个主意是你出的是吧 六位都听清了 他出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评分是这样的 我手里有一个规则 这次的评分是本季的一个亮点 明星选手得分是由导师 观众和密室加分 对 一起组成的 每位导师手里有十分 他唱完了 您觉得好 该打分打分 但是本尊的老师不打分 这几位打完分之后 这个选手他可以有一个权利 说我不要其中谁的分 我不要小湘玉的分 但是这个分数现场的观众都看得到 唯独他自己站在台上和他的老师 他看不到 但可能到最后赛一翻牌 可能小湘玉给他打了三万七 那小湘玉算犯规了 哪有这么高的分 就说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边是有一些风险的 对 有一些风险 然后我们现场的三百位观众 每个人手中还有一分 赛后要投给我们的选手 最重要一点 据说玉刚手中还有十分 对 我有十分 你这个十分怎么用 我可能未必去看综合实力 我看他身上核心点 他的灵魂 最闪光的那一部分 能不能感动我 反正这十分是归你负责 你怎么投有你的道理 我们请玉刚老师台下就座 谢谢 李玉刚老师已经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了 我们的六位导师也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国色天香的比赛将正式开始 天古绝唱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回忆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一唱一和 让这首歌的质感又增加了很多很多 玉刚老师 您是怎么看待这对妇女的 杨老师肯定是特别令人尊敬的歌唱家 今天白雪也给了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她走出来的时候就是 真是17岁的江南女子 然后温文尔雅的这样的站在了这个舞台上 而且刚才的这一首歌 给了我一种无穷的想象力吧 对于我们国色天香来讲 也来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开场 开门红吧 玉刚老师 对这个分数您觉得怎么样 说得非常好 捧早了 但我感觉打的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公允 对 那所以呢 白雪可能就是今天整场选手的一个基准 可能比白雪发挥好的会比这个分数高 比他发挥不好的肯定会低很多 MI团呢 他们是一个组合 那混合在这个角度来讲 做了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协同作战 沈春阳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一次他做了非常大胆的这样的一个场 沈春阳和小湘玉 他们之间是今天刚刚见面 所以也是非常仓促 他很担心 如果预计 现场如果没有表达好的情况下 那他还有第二手准备 他加入了一些形体的表演 渝光老师 听说你对他的演出是最熟悉的了 对 非常熟悉 我和他的先生 老公关系很好 是 所以呢 从朋友的嘴里知道 沈春阳是一个好妈妈 也是一个好妻子 那从刚才的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又联系了一下 他在生活当中那样的一个情景 我认为还是令我非常感动 他来到国色天香的舞台上 其实他是吃亏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不是从音乐或者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科班出身 渝光老师 您觉得他怎么样 我突然之间刚才在看他的表演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 刚才他的表演好像是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角 好像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演出 他把他所有的这个 谢谢您的急眼 我说的意思 在舞台上 渝光老师这是夸你 我知道 特别能够被他的戏吸引进去 夸你了 谢谢 一个人夸一个人夸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也就可以了 我真的是心里肺腑的 来吧 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是怎么说的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 因为他是正宗的从音乐学院毕业的这样的一个高材生 而且也曾经获过奖 只不过是后来改行做了小品演员 张欣是中国好声音的一位人气歌手 而且他是流行乐领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新生代力量 这次他唱的曲目是一首大歌 就是大宅门的主题曲 也叫大宅门 于张欣来讲作为一个流行歌手 挑战中国的戏剧是值得敬佩的 希望张欣能够在我们隔天香的舞台上过关战将 本季策划人李宇刚也将把他的十分 投给六位选手中的一位 到底今天的排名情况如何 投票结束后揭晓 您这十分至关重要 我就瞧您最后压在谁身上 请让人起来 首先肯定不用给他 MS 白雪 其实我觉得白雪 他自己可以了 总可以 他不需要我的帮助 帮你了 是李宇刚不答应 他真的不需要 比如说刘康 我熟悉他 他唱歌唱得很好 但是在戏曲舞台上 他如何 很难讲 那么现在还剩下沈春阳和张欣 你必须在这两个人中间做一个决断 那我想我有我自己的逻辑结构 所以 我已经决定了 这十分我给 你想好了是吧 对 但是你没告诉我 这十分到底就是 这十分 这十分 非常重要 六位导师 各位选手 本期比赛分数已经统计完毕 名单就在我的手中 宣布名次之前 我再次重申 国色天香第二季赛制的规则 单期排名 双期淘汰 选手淘汰 导师也会一同离开 我说明白了吧 说明白 就这一点是让我最纠结的地方 导师和选手一起离开 其实是蛮残酷的 而且好像这样的一种赛制 其实在其他的任何节目 都没有过 是的 刘刚不紧张吧 坏了 已经不会说话了 现在 什么叫紧张 你已经不知道 什么叫紧张了 对啊 你试试中医 这是能提根的 但是聊笑慢一点 西医可能快点 就副作用 我宣布 OK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开门红 演员表现都非常好 导师们也很敬业 我们下期开始 每轮敬唱都会有一个任务 那么下期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 导师助唱 这一说大伙都听明白了 在下期的节目当中 导师要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同台演出 一起接受观众投票 最终 谁去谁留 咱们下期分晓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国子天乡 第二期第一期到此结束